在今年2月至4月期間 數名受害人接到一些電話 對方聲稱是一些金融機構的職員 說可以幫受害人用一些低息的貸款 進行一些低息的借貸 亦都商約受害人出來見面 當見面之後 要求受害人簽署一些借貸的文件 並且要求受害人提供一些金錢 聲稱作為一個借貸的保證金 或者是一些行政費 受害人不如有詐 將金錢交給這個責任 金錢的金額大約是2萬元至10萬來5千元不等 當對方拿了錢之後 就叫受害人回去等消息 受害人走了之後 隔了很久都未收到這個男子的消息 相信是被騙 於是就報案 過分案 絕再受害人 對方的提供 我知道 絕条 如此 不過